現在是第4217 0805 在這邊 在以前我們用學Squibon 這些電視我們到這裡面有 有了AZFO 有了AZFO 就直接取這個Squibon 如果你有在這個環境 或是有你在剛剛 在AZFO的這個環境的話呢 因為我現在環境用的是 裡面就是用武功能開起來 所以這邊在下集的時候 你要記得 你要把一邊移除 你要把APT APK改成APT APK是另外一個解釋尋用的 到另外一個 然後 然後好啊 你的BISB 這樣 用Sense 通通這個操績被砍掉 然後出一圈訊擊 這樣 然後 其實 OK 進點四把BISB 它如果要撞出來一樣 就是 BISB K 我們 BISB 就回來了 這是AZFO 的使用就是 這樣 就是 這邊加 你要執行的 主機停證規矩 你要對手機操作 或是可以合理進行操作 就操作 就操作不算 然後 後面今天你要使用的 Marge Marge 後面會帶一個 你又 看起來像是 我是英文的 參數 那這邊怎麼用 就是去看 我剛剛說 方方的 以MVT為例 我們會 我們唯一需要 當然是Net 這樣說 我要對你來 再把你操作 好 再來我們來看 Webbook的 這次Webbook裡面 你看到說 我的host host5 就對本機去操作 這邊 然後跟他說 我要裝 這幾個套件 用dash 啊 自動補給的套件 啊 sdbfk啊 4 5 6 你先看到 這份 辦理的 set up Jubit的這個 Paybook 其實就是 你現在在操作 這個Jubit的環境 在裝想用 也就是說 如果你環境射出了 你跑這個Paybook 起啊 就可以跟我一樣 我這個Jubit的環境 你怎麼打開 因為我這份 搭課裡面 如果我在爆的時候 我是有 Maintain很多 Disfusion 你看到我這邊有寫到 我寫到 Depin啊 還有 DIE啊 Pathch啊 Jubit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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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Disfusion 裡面 其實是有包起來的 所以如果你 今天我可以大家用 如果你自己可能是 對HRG有點習慣 你可以去HRG 或者是去Pathch 我要設定Jubit的一些設定 就是這樣 新經過就會 這樣一個步驟一步驟的 這樣走 這樣 它是就是 我們那個Task 從去上面寫 然後從去上面 討好位置 綠色的位置就好 但是如果有這些條件判斷 我們拿去 這個是用Web的動作開啟 這是我在本境看過 所以 剛剛如果你有拿到 這一頁 那其實你是貼在手裡 才會操作 OK 我還有一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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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t 機會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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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來講Gilab-CI Gilab-CI是什麼 Gilab-CI是 Gilab-CI對 Gilab的官網 對Gilab的所謂是 它是一個機 Gilab Repository Locker VGT Issue Shaking Co-Review CICD 預算宣傳 比如說今天 我如果有這樣公司在企業 我想要用 打入這種CICD這種畫動器 其實你要把Gilab拋起來 裝起來 它裡面就有內建的這塊 放Gilab Repos Server 放搭配面就是 Server 然後可以在那邊開issue 然後這個公司等等之類 然後公司們還可以在那邊 就 Co-Review 然後傳CICD 這個圖非常好 然後傳說 如果有一個ID 我快 你全部都可以用別人 去完成 那Gilab-CI 去做什麼 上面是 Gilab-CI官方的 Gilab-CI官方對 Gilab-CI 完成一下 你可以用Gilab-CI去做到 Gilab-CI 簡單 以上面 這樣做為例 簡單說是 我們用B-CI去做 OV-CI檢查 B-CI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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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Gilab-CI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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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bleLive 如果你去查 一個單字 應該是沒有 PubbleLive 就是管道 管線 管工 我自己 是比較喜歡 用生產線 來信用PubbleLive 在持續交付 這本書上面 它對 PubbleLive解析是 部署有優先 這支書中 有 前面持續交付 集中的EA 這都是 最基礎的 不所謂的 現在是長的類型 為了加速 一層的進行 我用中文 把事情去這裡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 一般我們在做 資格化合術 之後 腳步的時候 我們自己在做 這一個設計 在T高階段 我們會做編譯 做檢查 Vue Miracode 在Aso階段 我們會去寫 SWall去做Compate 然後去做一些 防衍的設施 或是野獸的設施 也說 通過這個階段 這個程式碼才是 比較容易適合 那最後就是 我會把這些東西 補出到 放在螢幕中 去 然後去做一些 才會有 比較便利的設施 後面有三個階段 叫做 UAT階段 平台列車階段 可以生產 在很多公司 很多時候 我們在做 VueCiE機器 這個化銷行程 都要中間 這一小時 他們來 像如果今天你有 VueA的同事 他們在做事的時候 他其實他會有 特地的把他 要切換事件的時候 他會需要 用到一間部署的功能 比如說他必須要 回到3.5.3的 某的開發板 去做折騰 就需要到一間部署的部分 而我們公司 現在就是 因為 我們的 托達訊環境 是比較嚴重 比較嚴重 一般沒有環境進去 我們開發環境 是完全斷開的 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會 好想 要請讓我們 一間跑步 這張圖 看完中間之後呢 我們來看 上面跟下面 這張圖 就上面他其實是跟你說 你們的 RD開發的Core 你們都要用 搬空器 我們把它 好像這樣 要出色情 掛掛我們用 黑色包 用 去 操作的那些程式嘛 這些也要出色才不會反空 那樣才不會 呃 今天我 要來演講 最後 那禮拜四請 第五禮拜五請 在禮拜四最後抗你了Core 然後炸掉 然後 然後在這邊 然後 然後 最好 是 我們可以把 我們 DEP file DEP file 做BinaryCore 是另外用一個 像 S30 Story Node 或是NAS 所以 POPLINE 我心目中就是 它是 導入自動 環體自動化之後呢 自然顯現出來的 發布生產型 嗯 我們回到 DEP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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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個人覺得 DEP file 是一個很友善的 管理流程的服務 以前我們在用 DEP f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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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其他Ci軟體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在B5環境測試的時候 我們都只會看得到 一個特密的喔 跑 附近 DEP file 他會有 我會這次影響建成一個DEMO的環境 一個DEMO的專案 那Galib的CI打開之後呢 就是這個會說它會爛 進來之後可以看到 特別的狀態是有分 有成功的Buse 白的這樣子 代表說我可能這個場平架有Buse 所以我把我上Fail 那通常在這個時候 我們家的阿迪亞就會說 為什麼不Fail 我明明就要改東西啊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要看看 然後他 進來之後他就去按Buse 是不是剛剛有人跟我聯繫 我在Buse 或是 我的N-Score改爛了 然後少加一個 Why you can clean or 就是他抓不到這些套件就Fail 我說好 那你再跑一次我改好了 就是我會去Retra 就是Retra 有時候會遇到什麼 很刺激爬的Bug就是 會找不到DEMO系列的名內 又拉不到Source Code 就是各種Retra 跟小程大家介紹的 經驗室比較不一樣 是大家以前跟經驗室 我們很會去經驗室一直按 還不屬介紹環境 真的 那你用 最近的事情就是 有圖形化的EHMI 那操作 怎麼操作 E-Lab騎案呢 那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在專案底下建議 E-Lab騎案 YM 那當這次 當這個專案 有被 復許到 遠方的Service的時候 E-Lab本身對方 就去觸發這次 比如說我們前面開始提的時候 我聽到說 每次扛命題出發 在這個範例來講 他是用 我們的Git-Lab-CI 檔案是用 YAMO一把寫的 就是跟NASMR一樣 都是用YAMO一把寫的 然後在這個範例 大家可以分完一個Stage 跟Drop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邊會有Stage 叫做View 那View 那View這個簡單會做 In-Drop 它叫做 View-D 這個 Deprack 它會幫我把 一個簡單的網頁 包成那個 DEP 檔案 最下面這邊 有看到一個 檔案 因為我們的環境是 叫 E-Lab-CI 一個檔案 在這個檔案中 沒有View 東西 這個檔案就被關掉了 怎麼觸發 E-Lab-CI 就是當 你城市馬 會去上去 它就要出發 上面就是 剛剛 剛剛那個檔案的 結合起來 一個檔案 會上去之後 會出發很方便 然後 指定結果就是 行政 或者你說 我用了哪個影片劇 啊 無光路誰用你這影片劇 然後把 我們剛剛DEMO的那個 轉按 轉按 拉下來 然後去跑 對於自己跑 就會成功 然後 在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如果你有編 MIRCOR 然後你跟他說 我要把 編號檔案提本書的話 可以在最後邊 它會 可以在這邊 也會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 好 好 最後我來 介紹一下 怎麼用 怎麼用 Anserful跟 Gear CI自己 一起交付 其實 其實這個東西要做到 最簡單的關鍵就是 我們只要可以在 Gear CI 裡面 好 Anserful的 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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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幫他看看 廠間開起來之後 架子就跑 配布盒 直接架子 也說接下來 我們要講的是 Dark Gear CI 跟Anserful的 溫柔應用 首先地零部是 我我包了一個 Anserful的搭配MG 那這是很新電話的MG 我只想下來 可能是 一早上 暗昧 那 可以在 Dark 我 出場 然後 是 接線 接著 然後 我們來看 Dark Ci R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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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喔 這個範圍包含了四個State 第一個是View Deport Testing 跟Release 這邊 剛剛前面提到的 直訊部署 就是有這樣 有一個cycle 然後 這邊是一個 View Deport Testing 其實就是 用這個的 把護盒重點去做這一份 首先在View的部分 我會去編 編DEP檢案 那因為 我在本期操作 編DEP檢案 跟我在用DWCi的時候 有很大的差 就是用DWCi拋起來 來跟你說曲線錯 好啊 那我在DECi來做加一旁 把曲線降低 然後當然說我要把這個DEP檢案 只留一周 一周之後 這種把我砍掉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步驟 你這個划過來 劍下來 半點之後 就會發現 你要備份的E-Lab 大概會從10G變成200G 然後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往前 把它劍 好 View部分 Deport部分呢 就是 節目會用 我剛剛說的那個 Answerboard的Image 好 拉下來 他說 我要 我要去跟他說 S5會不會暴露裡面 然後去跑 可以不可能 已經看到說 我在這邊 有在跟他說 secure塊 因為我這次demo 其實我是有把Source code 放在網路上面 然後我不想 我電話到底把環境拿掉 或是 SS5被拿掉 所以我有做假錄 我會用S4Bot 以機制法格 那邊假錄 所以你現在如果去 GFCM 拉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看不到 那個 主機停車裡面的 在錄你嗎 但是 那我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喔 如果你 Deport專案扣不出去了 你不會被處罰 因為我跟他說 喔 我就在 我這個專案底下 我的名字底下 這個群組底下 這幾個TAG都會出發 也就是說 呃 今天 我們的這個Mail 他如果 他要demo 他把它割下來 所以他只會出發到 剛剛的build stage 後面的testing deport 是不會被出發到的 那testing testing testing我部分 我也是用National去做 那其實就是 因為寫一個 testing 可以錄回去 最後是release stage release stage 就是跟 Deport到開發 本地那個 會不會是同一隻 只是我這邊有跟他說 喔 你在跑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遇到另外一台機器 然後跑同一份 我有跟他說 喔那我就是去跑另外一台機器的 主機型車這樣 那這個狀態在這裏 我要去把決定打開 應該忘記 那 待會大家如果看到這個狀態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先移到最下面 我們再來明明講一些說明 在說明裡面 我們就講說 喔我 這個pump in the view 的station 做了什麼 我有view了一個 DV的檔案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那要放在 放那個 在這個鍋底下 要按照這個位置放 然後包起來 然後再要裝說 會裝到summer 對應這個位置這樣 然後 DEPOE DEPOE DEPOE要怎麼下 DEPOE指令器就是 Ansible Playbooker 共的DEPOE 有概念 那TESTING 就是一樣的TESTING Release 這類件的時候 我會被查詢的機器取消去 然後我用了 減來這個 上去是 參數式切換不同的機器 包起來結果會想是 會想是這樣的 嗯 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在不同的BRANGE 我開一個FUTUREBRANGE 然後它就會出發 上view的TESTING 如果是開發環境 就會有 view DEPOE TESTING TESTING 如果是 發大訊環境 MASTERBRANGE的話 就會 付出到 開發的真實環境去 接下來實作 跟剛剛實作比較不一樣的是 剛剛我們是 對自己本身調的操作 現在我們是用 DEPOE C來去對 遠放彎藍色的操作 好那 等一下我回去把這個畫圖打開 我大概可以 大家可以 把這個轉換FOKE過去 然後練習 其實就是 你把它FOKE出去 你對它 對裡面Code隨便趕 然後卡名之後 或許到這個專案之後 去看這個操作 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 跟我現在操作 不一樣 接下來就是 可以用 merging request的方式 有點像是 DEPOE的那個 POR request 丟回我這個專案 只要我這個專案收到 我接 我接 我接下來 這個PORPOE就會自己 給付 等到 等到前面這些 我剛剛提到的東西 在一台公司 你都做到 你就發現 因為 RD他就開始說 從前沒有辦法寫完 但是我還要等GD過 所以這時候我就很開心說 嗯 現在你要等GD過了嗎 你這樣吸入Future 你會不會設定要改 然後 你的 開發環 設置環境 和合環境都要改 不然 你HP就不會 這個部分 會強迫RD 就是 把變更的工作 就是要包含到 他變成這樣Code的部分 不會說 欸我要到上了他去 然後 要讓 出問題之後 讓客戶等個半年 這樣 那現在我就會想說 這PORPOE好像 每天都要跑 5分鐘不行慢 是不是可以再 是不是可以再快一點 嗯 嗯 那 我在這個 就是想要設計 設計這個 我來自去 開發環境 3 那我開一下水線 不要多跑 對 手結束 太多了 老婆 现在我让我的DLAP是压的 这里有个团队选择 如果你还没有DLAP的账号 会不然才算 对啊 为了我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节目 我会把他输转到台湾里面上去 好 现在这个是什么牌 可以接着就看 好 接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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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好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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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Code拉下來,然後把Compost install,然後結束 這樣子也是可以 對,就是其實持續交付這塊就是 你的PowerLine要長什麼樣,就是看 共設的特性,或是你自己的企業一些手法 那比較好的是我們會建議大家,就是你先做用一開始 結束之後再做一開始 一開始我,一開始Q塊都會先deboid來測試 那比較好的是,你要在這邊先測試 這中間短片就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是很有效的 那我們來下一個總結就是 持續交付是一段人類與企劃的精華 我們利用各種工具來加速企業成長的同時 也只有不斷的練習,來讓企業持續的精華 好,就是這三次謝謝大家 然後,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最長一層,這個station 我有一個 意見調查 不要說手上沒關係,這裡有短裝紙 要說 http 99 impacts 34 切線 打開 8 Sn 這樣就可以去幫我聽你們覺得 我們在台灣在 Facebook 可能有一個群組 大家可以跟我們討論 現在大家都在 Facebook 可能 我自己本身有開了一個 Azbo 台灣的 Teraboard 的圈喔 比較像是我們在台灣的 Azbo 讀書 大家會比較結實的聊天 我來這邊 Talk 跟 Facebook 過來 今天就是 我們的 國進的小法術 阿斯東 地水 校風景 Tera 就是你這樣 共同贊助這樣 做一個法術 如果大家要送 送禮婷跟你的女友 或是任職值的話 不知道送什麼 可以參考到意見 喔對 Q&A Q&A 謝謝 謝謝 想給我 阿斯東 銀行 擱 為這個 大門在那裡 你覺得 那裡還是有個 到處理 謝謝 我們來賜 如果你要用 目前如果你要自己在自己公司 預計的試駕關機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信用官方的 他會有一個sale的步驟 就知道他要做 他 對我所知 他的安裝部分 他是用另外一套的 就說 shave 的主彈關係 在操作 所以他會有自己做 一輩子 shave 多了 vote 對你們還接近 他會有自己裝作 而且後續每天 像我們公司 目前的upgrade 其實是很平凡 平均是一個禮拜 一到兩升以上 11升吧 就是用shave 才行 11 11公司本身 之前有每天 分shave 的復活 所以就是用那個抓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呃 有很多大神 有包11CIA 的 喔11的打給你 就大概pull rump 就丟下去 謝謝 謝謝 呃 待會結束之後 謝謝 呃 謝謝 呃 另外 3 2 1 幫我跑一下 呃